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好 我是本次workflow专场的一个讲师郭强 那很高兴大家能够前来观看 那么首先的话就说先来个自我介绍 那大家好我叫郭强 然后专注于大数据调度 然后微服务单文化的落地 那我个人参与开源其实是比较长了 然后目前的话是Domas Gadiel的PMC成员 那主要是负责Domas Gadiel问题和架构这块的开发设计 那同时也是JSOC 2021的一个Ment 那这次我的分享是围绕UpdateDomas Gadiel的2.0架构设计 那么这也是Domas Gadiel关于这个话题的首次中文公开分享 关于Domas Gadiel的一个基本介绍的话 由于实验关系 那这里的话我做一个具体的一个介绍 那感兴趣的可以去YouTube或者中国国内的B站 然后去搜索Domas Gadiel 当然在后面的话我也会留下就是官方的各个平台的一个信息 那同时的话其实本次ApacheCon亚洲的话也会有其他的speaker 然后会去做相关内容的一个介绍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 然后左边的话是我的一个GitHub 然后以及我的一个邮箱地址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都可以通过GitHub或者邮件的方式 然后同我进行交流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用正题 然后重视开始本次的一个分享 那本次分享的话主要是围绕ApacheDomas Gadiel 2.0的两个重大功能点来进行分享 那一个的话就是微内核架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调度核心功能改造 那么首先的话大家可以看看1.3系列的话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它的一个功能点是非常多的 那组件也非常多 那像注册中心、告警、任务、通信 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块 像资源等等 那我们没有在上面展示 那当然可以看出它整体包含的东西已经是非常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面临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这的话其实还是想讲一下 就说像Dolphin项目一开始的话 它的功能其实不是很多的 那甚至非常轻巧 那这个时候的话是比较容易维护的 但随着项目的一个发展 尤其是进入Apache后 那因为越来越多的一个贡献者 然后加入到项目贡献中来 那它的功能越来越多 组件也越来越多 那整个系统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充斥着各种功能组件 那像刚才那张图一样 那它的一个整个系统非常庞大以及笨重 那对于贡献者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贡献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对于用户来讲更不用说了 它的一个S开发成本也是比较难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威力盒架构的一个改造 那么首先的话 其实什么是威力盒架构设计呢 其实什么是威力盒架构设计呢 威力盒架构的话 它其实也被称为插进的 它是这种面向功能进行拆分的可扩展性架构 那像一般在基于产品的应用中的话 通常都会采用这种架构方式 比如我们的Ide Eclipse Ideal 那通常内核都非常精简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种使用中发现 就组件一些其他什么功能的话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细则的话同样 那当然这里的话 其实还想讲一点就和微服务相关的 那成员化架构的话 其实对微服务架构设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考虑到隔离的话 插件是可以作为独立的一个进程去运行 那如果将这些流程扩展到网络上 然后分布在多台机器上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微服务架构了 那在微服务架构场景的话 其实像我们一些服务 其实就可以类比成 微内核架构中的一个插件组件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微服务就类似于微内核 因为两者的话 其他其实都涉及到服务注册 那管理以及服务间的一个通信 一般来讲的话 其实微内核架构的话 它会分为两部分 就像核心系统 然后和插件模块 那通常的话就是说内核是非常稳定的 那它只负责管理插件的一个生命周期 那它不会因为就是说你系统功能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扩展 然后进行不断的一个修改 对于功能上的扩展的话 那它其实一般去会去封装到插件之中 插件模块的话 其实是独立存在的模块 它可以轻易被卸载或者装载 那它包含特定的功能 然后能够扩展核心系统的功能 那就通常的话 我们不同的插件模块的话 其实应该互相之间保持隔离 也就是独立 那当然你也可以设计 就是一种插件依赖于另一种插件 但在设计的过程中 应该尽量让插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降低到最小 避免就是繁杂的一个依赖 然后带来一些扩展性的问题 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说来看看 Domyschedule的它的一个为内核式 那这个话其实写的一个比较简单 让我们需要知道的 就是说我们的内核的话 它需要知道有哪些插件模块 以及如何获取它们 那一般的话就是说会通过配置文件 或者说是扫描cast pass的方式 然后确定带加载的一个插件 那Domyschedule这里的话主要是采用 配置的方式 之后的话就是说 内核系统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定义一套 插件的一个规范 那内核的话它会按照统一的一个方式 去初始化启动这些插件 那就像我图中所描述的那样 那核心系统的话一般就是会有一个plug-in manager 然后去统一管理插件模块 那比如像我们的主要中心plug-in manager 又或者file systemplug-in manager等等 那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模块 它内核去管理这些不同的一个公众模块 那它会去根据配置文件去加载箱的一个插件 完成插件的一个解析教验 然后初始化等等 以及插件的一个卸载或者安装 那换句话来讲的话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像plug-in manager 它其实是承担了管理插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 那这张图的话 它是downsradio一个主要的一个插件功能模块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像很多核心功能都被改造成了插件 比如任务插件 然后告紧插件等等 像任务插件的话 我们是支持SHAO脚本 然后flink、spark、mr、python等等等等 那像告紧插件的话 比如常用的邮件告紧 然后webhawk 那当然的话我们也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脚本方式告紧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脚本 然后脚本包含具体的一个告紧逻辑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针对一些个性化的学习的话 那这也是比较合适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http 那所有的http方式调用的话 你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那比如常见的短信或者电话告紧等等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读作中心这款 那读作中心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zq或者etcd 那当然的话 我们也会在后续支持k8s上面的注册 那当这的话 如果你又留心我们的邮件的话 其实已经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在着手相关的 一个讨论设计和开发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文件系统 那我们默认支持的是一个hdfs以及s3 那大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 然后进行快速的一个扩展 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关于资源调度管理这块的 那我们知道在1.3系列的话 我们是和hidov生态解密结合的 那用户提交 任务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原生的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说提交到ya上面 但目前的话 有些用户他会选择提交到k8s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把资源调度管理平台给处理出来 那同样作用插件的这种方式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用户其实就可以根据内部基础设施的一个具体情况去选择对应的一个插件 那更加方便容易进行扩展 那当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代码逻辑 模块组件也就更加清晰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整个系统 它其实由各个组件构成的 然后各组件负责不同的一个功能 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每个模块中的插件 它其实都可以被替换掉 那像注册中心 那我们提供了多种注册中心的方式 但你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技术体系来进行替换 或者S开发自己新的一个插件 替换的话 就是说你加入你代码的一个架 那比如资源存储的话 我们默认提供的是一个HDFS S3 那如果这里都不满足的话 你可以自己进行安自开发 然后所有的插件的话 其实都是一种可插拔的方式 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 选择你真正需要的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就像我已经定制开发的一样 那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很轻松的集成进来 对于你不需要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通通去掉 那这个的话其实讲的比较简单 那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聊一下 就是说像任务插件这块 那我其实可以想到 就说一个任务的生命周期 它有哪些任务本身 任务依赖的数据员 那资源 那任务调度平台等等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出它的整个链路 涉及到的其他作业是非常多的 那这个是这种情况下如何做成插件化呢 这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 就是说由内核去负责整个链路的一个串联 那你所需要做的建议是告诉内核 你需要哪些模块 然后内核再去调用相关的一个模块的插件 等于有的模块其实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完全移除掉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可插吧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会把所有全交给用户 那就像大家熟悉的乐高一样 那这些插件模块的话 其实就如同一块块的积木一样 你需要一座城堡或者小镇的话 其实取决于你 当然你本身的话 你不能脱离调度本身 那比如你要搞一颗分布数据库就不行了 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山内Sphere系列的乐高 那当然这里开个玩笑 那山内Sphere的话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分布数据库 那它同样也采用了微理核架构 那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改造完的好处是什么呢 嗯 整体的一个敏捷性 那整体敏捷的话 就是说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环境的一个能力 那通过松散偶核的插件模块的话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可以隔离和快速实施更改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大多数万内核架构的核心系统的话 它其实是去快速稳定的 因此相当健壮 那所有时间退役的话 其实内核基本上是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有着开发成本下降 那对应到社区的话 其实也可以讲是贡献成本下降 那对用户或者贡献值来讲的话 我们不需要在全局的了解整个系统的一个具体设计 那当需要扩展具体功能的时候 仅仅是需要关注具体的一个扩展接口 那对于用户来讲的话 理解成本足够贴 嗯 当他的idea足够好的时候 也很容易贡献到上游 对社区维护人员来讲的话 其实Revel的工作整体会轻松很多 嗯 对于贡献者来讲的话 其实在专业的领域贡献的话 其实也能最大程度发挥他的一个能力 当然随着项目贡献的一个逐渐深入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参与到社区的一个深度贡献之中的 也就是参与到内核的一个开发中 那像Dom Sky的社区 目前有许多其他社区的贡献者 那比如Skywalking ShiningSphere Double 那就顺便说一句的话 就我们在刚发布的1.4.6版本中 我们和Skywalking社区进行了一次集成 那由于Skywalking也采用的是微内核架构 因此我们能够很心意的接入Skywalking 而Skywalking的改造成本也很小 仅仅仅是加了个插件 那OK 这里的话其实可能讲的有点多了 那我想描述的解决就是说 调度系统和其他大剧生态系统紧密结合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可以通过微内核插件化的方式 然后使得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可以以最低成本贡献进来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一直所追求和努力的也就是降低贡献者的一个参与门槛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易于部署 因为根据模式的一个实验方式的话 插件模块可以在运行时动态的添加到核心系统中 那最大线路的减少步入期间的一个停机时间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可测试性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想 就我们在之前学习软件工程这门课的话 其实讲的一个开放封闭原则 那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看的话 微内核架构它把变化的和不变化的部分进行拆翻 对我们来讲的话就降低了测试的成本 和设置模式中的开放封闭原则 那对于社区维护者来讲的话也是如此 那它的整体的一个稳定性也就非常高了 因为每个插件的它的一个模块都比较独立的 那其实我们其他一个插件有问题的话 我也可以保证内核系统和其他插件的一个稳定性 插件模块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进行测试 然后也可以很容易的被核心系统目可 或者原型化的特定功能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对核心系统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更改的 对设计好的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不需要做任何更改的 那它的一个整体表现也是非常OK的 因为我们可以自定义和简化应用程序 因为我们可以选择就我们需要哪些功能 那通过温定核架构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精简整个它的一个系统 就我们只需要包含哪些我们需要我需要的功能 那比如说告警或者任务查点等等 我可以选择我自己也需要的 就需要的一些功能 那对于不需要的我 我直接删除就OK了 那这个话其实还是想提另外一段话 就是说和市区有关的 那就是说通过温定核架构的一个改造的话 我们能够轻易的和上游保持一致 这其实应该也是大多数公司采用开温软件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像大多数公司在初期采用开温技术的话 它往往会fulk一份上游代码 那事后再针对它的业务做一些支持或者定制开发 那如果情况好的话 当这里话其实取决于改动程度和它的改动的一个设计 情况好的话这些改动 然后都能够match到上游社区 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因为社区的话它通常是 科学化技术的一个沉淀 而在企业里面的话定制 其实往往涉及到业务相关 那最终我们可以想到的结果就是说企业 就它仅仅在首次fulk的时候和上游保持一致 那在往后不断的业务发展中的话 其实随着定制化需求的一个不断累积 那上游和下游已经很难保持一致了 那对于它来讲的话 很多很多社区的一个特性也没办法再使用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工资代码已经和社区没有什么关系了 就你的bug你只能自己解决 因为你自己改造的太多了 和上游社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有一些功能的话 即使社区有了和你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你需要花很大的一个精力去修改 然后它适配你的项目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通常就往往一般这种情况去做的话 通常会引入更多的一个bug 那一开始的话 其实你是整个社区和你边间作战 那慢慢的随着你的一个发展的话 你最终变成了就一个人过军奋战 那你可以想想就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去别人去接受你的项目的话 其实也有可能对于它来讲的话 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那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在一些公司的话很常见 因为社区的话 他会要求所有的信息完整 那所有的都是可记录可追溯的 嗯 许多人他都在跟踪这件事情 以保持尽可能的一个信息完整 但公司的话 其实你只能通过并不专业的一个gitlog 然后或者残缺的文档 然后去猜测 对没错 没错就猜测 因为我其实有过这样噩梦的一个开始 那么当我们就改造成插件的形式 那用户的话 其实他的特用功能就可以通过插件的方法 去定制他的一个业务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轻易的和上游保持一致 因为插件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那各个插件之间相互隔离同步上游的话 将会变得非常轻松 那讲到这的话肯定有人会问我 就是说为什么不在我们项目一开始的话 就采用温定盒架构 那当然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的话 温定盒架构的话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一个设计 那就是他的一个整个实现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像插件注册 然后插件力度 以及可用的插件连接 然后很多 然后都导致了就是说这种 模式 它所涉及的一个复杂性 因此你在产品没有成熟的时候做这些 其实本身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有可能适得击反 因为之前我有讲过就是说你的一个内核 就是到了最后基本上是不需要改动的 当然如果你需要做改动的话 可能你的插件也要做相关的一个改动 那这个时候就背离了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就是说内核系统相对来讲是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 嗯 这下的话讲一下就是说 嗯 当分次改了i.0的一个核心调度的一个改造 那 在1.3系列的话 我们的master获取调度任务今天下发的时候 整个过程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串行状态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有的master 然后会采用分布式锁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达成串行的一个效果 然后保证整个任务不会出现多次调度 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两个问题 那第一就是说我们使用了分布式锁 那么这里的话其实也有意味着我们强依赖分布式锁 那对于核心电路来讲的话 高度依赖外部组件那就意味着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受外部影响 那在这里的话其实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就是说如果分布式锁组件挂掉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整个调度系统也就相当于挂掉了 它会停止工作 那很明显的话这个时候确实明显不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 另外一个话就是说 master的话它没办法最高程度发挥它的一个能力 那由于采用串行的方式 就是即使你有扩容的话 master也没办法就提高整体的一个对应 调动能力 那么对于此的话我们在2.0做了一次改造 那对于这两个问题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 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 分布式锁的作用在哪里呢 它的作用其实无非就是 因为资源竞争 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那我们又怎么做 是不是消除资源竞争的话呢 在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当然就是如何去做这个的话 其实方案有很多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哈希分片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当master启动或者停止的时候 他会去注册中心上报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汇取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那master相关机器 他都会停止手头的一步工作 去重新计算自己的一个哈希位 然后等到计算完毕的时候 所有的master准备就续 那才会开始新的调动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注册中心挂掉 我们依然能够正常调动 那当然更坏的一种情况就是说 这个时候在注册中心挂掉之后 我们的master也会挂掉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就整体的影响并未很大 因为如果注册中心挂掉 然后另外有一台master也挂掉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他master也能够正常进行调动 只是说挂掉的那台master 他的任务没有人去处理 但是整体他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仅仅是这一部分人物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就是整个注册中心 恢复起来的话 那其实他的一个这般卫背调动的人物 又会被重新拉起 那这样一来想要意见的结果就是说 系统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 调动能力的话 他也会随着master的一个扩容 来线性提升 这里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扩容的点 就是说我们可能还会采用一些 就是虚拟的哈锡槽这样一种方式 他可以根据机器的一个权重等等等等 当然就是好的设计的话 其实有很多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贡献讨论 然后一起做好这些 那么到这的话 关于爱点灵的一个介绍就到此为止 那考虑到大家可能会问如何了解项目 订阅项目 参与项目贡献的话 那接下的话就终于给大家讲讲这些 嗯 Dominscadio社区的话 目前有大概据统计的话 就400多家用户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RBM 联想 腾讯 OIM 美团 新东方 嗯 顺丰 等等等等 目前的话就 无论是一线互联网企 还是一些传统企 的话其实都有在用Dominscadio 那Dominscadio社区的话 那贡献者的话 目前大概有超过200家的一个贡献者 那他们有来自中国的澳大利亚的 印度的 然后德国的等等 那当然目前的话中国贡献者占据了绝大的一个比例 那在后面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就说可以逐步提升 嗯 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占比 然后主主的仓库代码贡献者大概是200多位 文档贡献者大概50多位 那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贡献者 像公开会议上进行分享 然后积极运营社区活动等等 然后以及一些用户问题解决等等 那在这的话也是希望给大家道一声谢 那拥有了你们才有今天的一个Dominscadio 那贡献者的话 有来自于eBay的滴滴的阿里巴巴的 自业跳动的 然后像网易百度等等 那当这个话其实是 讲这个话其实只是想体现就社区 他的一个多样化 那我们的实际贡献者是由很多家公司来组成的 就是说整个社区的话 他的一个 多样化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然后并不会因为某家公司的 并不是说就说某家公司 他占了一个贡献者的一个绝大得数的比率 整个社区的话 他其实是由多家公司的一个贡献者 当贡献者的话 其实是由个人的一个方式进行参与贡献的 那同时的话 我们有一些其他社区的贡献者 那比如像Skywalking Double SheningSphere API6等等 那这个话给大家讲一下 就说如何第一次参与贡献的话 如何去做 那像所有的阿巴西项目一样 就说我们还是希望就大家去订阅邮件列表 因为像所有的阿巴西项目一样 我们跟我们推崇邮件交流 那你可以通过关注官方邮件 因为重要的事情的话 都会在邮件里讨论或者通知 那比如像一些设计 然后一些release等等 那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在GitHub上搜索一些 古德福斯的easure 然后去讨论 然后去设计 然后去设计 然后再完成它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固言者向导的话 你可以在官网上面找到 那当然这些链接的话 点进去都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如何联系我 第一个的话是官方网站 你可以在官网上系统的去了解导粉 然后包括如何使用导粉 以及如何去进行爱子开发等等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邮件列表 那还是我刚才所讲的 那我们其实更推崇于邮件交流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公开的 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说推特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发布一些社区的动态 和一些youtube 那我向一些公开会议的分享的话 我们会在youtube上 然后播放相关的一个视频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slack 你可以通过stackoverflow 或者githubissue 然后以及slack群組等等 然后去搜索一些问题 然后或者在上面提问 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复 嗯这个话其实还是想讲一下 就说我们欢迎各种形式的贡献 那无论是代码或者文档 那又或者是会议的组织 嗯品牌宣传等等 那社区的话其实会关注每个人的贡献 当你得贡献得大家的认可的话 那pmc团队会邀请你成为commit 那对于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们还是倾向于邮件 这也是Apaq所提倡的 如果您是一位开门先生的话 其实也不用担心 那如果你确实就是说想参与到贡献中来的话 那像社区贡献者的话也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你 嗯那到这个话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 Apaq当文斯卡6社区的贡献队友中来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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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